中秋節才剛剛上演排隊之外的 彰化蛋黃酥名店 沒想到在這個國慶廉價 又爆出了排隊人潮 今天店都還沒開 門口就已經有排起長長人籠了 雖然至少要排半小時到一個小時 不過很多民眾還是覺得很值得 田門都還沒開 彰化這家知名蛋黃酥 國慶日這天 門口就排起長長人籠 一路從棋樓延伸到轉彎路口 縱使中秋節都過了 許多民眾還是特地從外縣市前來排隊 就是想要遲到這一位 儘管少了代購業者的排隊大軍 但是依然要排上半小時以上 中秋節那一蛋一直沒買到 這時候特地過來買 希望能買到十盒以上 等了許久終於開賣了 民眾把店面擠得水洩不通 店員裝袋的手沒停過 每個人出來 至少都拿兩袋蛋黃酥起跳 怎麼樣 很開心 很開心喔 要排多久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那會不會覺得這樣還是很久 還好 知道 國慶連假出遊潮 助長蛋黃酥買氣升溫 彰化警分局也全面備戰 加強巡邏 防止排隊搶購 影響交通秩序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